兄弟们看到这个楼梯扶手没有 没错新版本的拼头 他变粗了 现在就可以利用他砸向他 然后这颗雷就能直接反弹 炸到二楼门后的敌人 如果大家觉得这种反弹 就已经是极限了 但是兄弟们 反弹雷反弹雷 如果我们把路线也反过来了 没错当敌人在一楼门后卡位 我们甚至可以在二楼房间里 依然借助扶手的这个位置 利用反弹雷放倒他 为了给你们开手雷落点 我这里就不卡时间就顺爆了 你们实战就要多用顺爆 反弹雷相较常规雷 一是站位更安全 敌人也更难有防备 二就是帅 所以为了帅 我们可以把雷丢出更多的花样 比如敌人在楼顶门口卡视野 我们依然可以用反弹雷来支持他 砸点就更简单了 就往侧边外墙砸就行 脑子里面只要能大概想象 这颗雷的飞行轨迹 那你就大胆去砸 相信自己的判断力 当然你还可以更帅 来到楼顶提前开始温雷 走下去上到外墙挂边 然后这里一定要用 我之前给你们讲的头跳雷 即先头再跳 当然只要挂边没问题 那拼土楼背后的所有小窗户 你都可以用起来 新版本丢雷方式也要兴起来 打的就是敌人想不到 主打的就是一个帅 最后再来个最帅的空头雷射围 兄弟们这期视频 从开始到结尾的每一个丢雷方式 我可以 你也可以